人人都害怕癌症 该怎么样预防癌症呢 做好三件事 远离七种致癌物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乔战斌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新增450多万的癌症患者 大约每分钟新增7人 这个数字的背后 是多数个家庭 被癌症无情地剥夺了生活的幸福 其实呢 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这个视频大家认真看完 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点一个小红星保存起来 回家照着去做 可以抵御各种疾病 都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在起作用 我们平常加强身体的锻炼 特别是走路 每天保证40分钟左右的步行时间 同时呢 保持好的愉悦心情 规律的作息 休息习惯 健康的饮食习惯 都是对我们的免疫力有正向作用的 第二件事呢 就是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致癌物质 我把它总结了七种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没有您经常接触到的 第一呢 香烟 数据显示80%的肺癌 跟吸烟有关 第二呢是酒精 酒精的代谢物是乙醛 它呢是一种致癌物 可以引起食管 胃肝癌 乳腺癌等 第三呢就是油炸食品 它含有本冰比 雅酵胺 银锡银 三大类致癌物的垃圾食品 第四呢 发霉的食物 没变的食物 大多呢 还有一些黄曲霉素 对人体是有一些致癌作用的 太烫的食物 我们经常说啊 吃完要吃热吃 其实呢 温度超过70度 以上的食物呢 对食管是有一定的总伤 尤其是食管粘膜 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 所以要注意 第六呢是腌制食物 咸鱼啊 咸菜 腊肉等等 在腌制和暴晒的过程中 会产生亚硝酸 化合物等致癌物质 第七呢 是加工类 肉类 比如说火腿 香肠 培根等等 研究表明呢 长期吃一些加工肉类 会增加食管癌 和结肠癌的风险 国际癌症研究所指出 每天使用超过50克的加工肉类 会导致肠癌风险 增加18% 以上这几种治癌物呢 我们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吃 而是尽可能少吃一点 不要太过量 第三件事就是 高危人群要定期的筛查体检 一下人群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肺的CT的检查 年龄45岁以上 有肺癌或者其他恶性肿瘤的家族史 第二呢 长期吸烟史呢 年龄大约40岁 不弄是否已经戒烟 第三 长期从事已知肺癌因素的一些职业者 第四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等群体 以及查出肺结节 有可能是肺癌的早期的一些征兆的 这么一些朋友 一定要做好定期的复查 甲状腺 乳腺结节呢 患者同样要坚持定期的复查 当然也可以吃一些凋理体质 软件散结的中药 来帮助病情的恢复